这一节我们要看RLC串联交流电路 就是说这个交流电路上面 有电阻器、有电感器、有电容器 这三个元件串联的一个交流电路 那么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电源 这个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 那么我们现在看 假如我们加于这个电路的电源 是个交流电路 交流电源 那么V是它的正弗 后面这个是cos omega t 假定是这个 那么当然这个是随它的polarity是在变化了 不过我们写正负号就是表示某一瞬间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某一瞬间 那么同时呢 这三个串联的元件 因为有电流通过它们 于是它们都有电位的降落 那么这个是顺势的 这个电压也是顺势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 电阻器的两端 它的电压是VRt VRt 那么VRt呢 VRt 那么它的正弗 它也是一个正弦 不过它 它这个地方就不一定是 这些就不一定是cos omega t 它可能有一个相差 有一个相位 那么这个顺势值 它有一个正弗 这个正弗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正弗 就等于IR 电流 就是总电 这个电流的正弗 乘上这个电阻 那么VL 这两端 的电压也是顺势的 那么它的正弗 是这个 它的正弗 就是等于电流 乘上XL 那么VC呢 这正弗 就是I乘上XC 这是我们前面 都讲过的 好 现在我们 要做第二步 第一步就是我们 假设这些 假设出来了 第二步呢 我们就画这个向量图 这个向量图 那么我们首先呢 因为这个电压 加于这个串联的元件 所以呢 这个整个电路的 经过这三个元件的电流 是同一个 同一个 因此我们就先画这个电流 大家都是这个电流 你就任意画一个 一条 一个箭头 这就代表电流的 政府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画这个 画这个 这个政府 电阻两端 顺时电压的 政府 因为电阻 我们前面讲过 电阻气两端的电压 跟电流是同向 同向 相位相同 因此它是这个方向 那么 VR呢 也是这个方向 VR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画 这个VR OK 再来 再来我们就看 因为 电流啊 同一个电流啊 这是同一个电流 电感器来说呢 它是电压 超前电流 超前电流 或者电流落后电压 因此 VL 90度 而且是90度 电压超前电流 90度 所以我们就把 VL 就画在这个 I的 前面 这是90度 OK 好 然后这个呢 电容器 电容器 它是电压 要落后电流 一个90度 所以我们就把它 画在这一边 那么 到底VL大 还是VC大呢 那这个不一定要看 实际上 你这个 RLC的 这个 要看LC的 值是多少 那目前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假设 假设VL 比VC大 的话呢 我们就画 这个比这个大 OK 于是 将来 这个向量图 比如说 它的 从这里 从这边到这边的 这个 V 它的电压的振幅呢 应该是 这三个 VL VC跟VR 这三个向量的 向量核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向量核啊 我们就先把这两个 因为它大 因为它是方向相反嘛 所以 它 减掉它 就是这么大 然后这个呢 再跟VR 求它的向量核 就是V 好 那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啊 因为我们已经 假设V是等于什么呢 VCos Omega T 而I呢 它是 因为 从这个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V超前电流 一个Pi角 I呢 是落后电流 一个Pi角 这是我们 假设VL 大于VC的情况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电流的顺时值啊 把它写成I 乘上Cos 那这里是Cos Omega T 减Pi 因为它 落后电压 一个Pi角 那么 这个Pi呢 还不知道啊 等等要 要从这个向量的值里头来 求出来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向量值求出来 向量值是等于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一样啊 这是直角嘛 所以呢 V的平方是等于 这一边的平方 加这一边的平方 因此V呢 就等于 VR的平方 加上 VL-VC的平方 再开根号就是V 好 那么我们再把VR 这个值 VR VL VC的值 带进去 带进去 OK 好 那么 我们这里把电流啊 大家都有个电流的平方 提出来就变成I 这个啊 然后这个值值呢 我们根据这个 它的政府啊 政府之间 要满足欧姆定律了 所以呢 V就等于I 乘上Z 这就相当于电阻 这个电阻 我们就把它写成V 我们称它是 这个电路的 impedance 阻抗 Z就等于这个值 这就是电路的 总组抗 总组抗 OK Z称为电路的 主抗 impedance 单位也是欧姆 好 我们再看 求电流 正幅的大小 与相差 这个 正幅的大小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对不对 刚刚 求出来 这个相差 V跟I 之间的相差 这电流 电流的大小 是等于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V over Z 刚刚是V 等于I Z Z等于这个 电流是等于 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那么相差呢 phi 我们可以用tangent tangent phi 是这一边 比上这一边 那就是V L 减V C over V 那么 phi 就给Utangent的 这个值 那么 我们再把 这些值 带进去呢 再把这个I 分子分母的I 约掉 就变成这个值 或者是 我们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Omega L 这个Omega C 分子一等等 带进去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X呢 就是代表 这个分子 Omega L 这L是大L 这怎么写成小L 应该是大L 大L减到XC XL减XC 这个叫做 总电抗 Total reactance Z呢 叫做impedance 这个叫reactance 好 现在 我们将 刚刚求出来的电流 它的政府 跟电流 与电压的相差 带到 带到这三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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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电流 然后 电阻 两边的电压 电杆 两边的电压 跟电容器 两边的电压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说I 刚刚不是 假设它是 这个呢 因为它 跟V之间呢 落后一个 FY角 就是这个 现在把I 带进去 I I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太长了 所以我们还是写V over Z 那么这个角 里头的FY 就是这个值 或者是这个值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 把这个I 带到VR里头去 VR VR跟它同向 所以这也是Omega T 间FY 那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值 I就是变成V over Z 那记住这个Z 跟这个FY 就是这些值 如果你这些Omega的 什么都知道 RLC都知道 这值可以求出来了 那个时候 你再带进去 就不会说 那么长 好 那么VL呢 它是超前I 90度 I是这个 对不对 它超前它90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写成VL 等于它的正幅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等于 这个角再加一个二分之排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用写成 就写成这样 那么这个 XL呢 I就用V over Z 带进去 XL就等于Omega L 那么VC 是落后I 90度 因此VC 就是等于 这个是正幅 那就等于 这个向角 减掉二分之排 那么我们把XC 跟I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I VR VL VC 这些顺时值 好 以上我们所求的这些 是刚刚我说过 我们假设 VL比VC大 所以这个相当图 画起来 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 XL比VC小的话呢 那么它的图 应该是这样 这个 比这个大 VC比它大 然后这两个 先做向量核 就变成这个 于是 这个跟V 这两个向量核 才是V啊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到 V在这里 这是我们假设 V 大家都一样的 就是假设V是这个 那么 电流呢 这个时候是超前V一个φ 所以 这个地方是 cos ωt加φ 刚刚是减φ了 现在是加φ OK 好 现在我们看 串联电路里面 有一种状态 叫做共振态 共振态是什么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 total impedance impedance是这个值 那么它的电流呢 是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说 假如啊 这个 这个ωmega 就是我们 驱动这个电路的一个电压 我们可以改变它 这个是小频率 可以改变它 我们让它 可以令它是任何值 当我们令它 当我们令它 是某一个值 ωmega等于 ωmega 0的时候 ωmega 0的时候 这个值 等于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 会有 以下的状态 ωmega 0的时候呢 这个等于0 等于0 于是啊 ωmega 0就等于 因为这个 这个是0嘛 所以ωmega平方 就等于 Lc分之1嘛 ωmega 0就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电路啊 我们称它叫做 共振频率 因为它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当这个等于 这个的时候 这一项 你看这一项 不就0了吗 对不对 这一项 里头不管你是正还是负 它平方以后 一定是正 所以说 当这个等于0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分子是最小 分子是最小 那就是这个分数是最小 这个 这个数是最小 那就是它的 impedance等于0 impedance是最小 不是0 最小 然后它的电流啊 因为它最小 电流就有最大值 就有最大值 所以在共振群 的状态之下 这个值 这是0 所以它就是R 这就是Z的minimum 那I呢 就等于这个 V of R 这个是最大的电流 所以我们现在要记得 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的主抗 这是共振状态 在共振状态下 串联电路的主抗 有最小值 而电流的振幅 有最大值 OK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是XL 这个是XC XC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共振就是什么 XL等于XC 对不对 就是Omega L 就是Omega L 等于 等于这个 对就是XL等于XC 好 那么 这个要看你的Omega Omega L 的时候呢 XL等于XC 好 我们现在看 假如啊 在这些式子里面的R值 有我们假定 R1 R1比R2大 又比R3大 这是R1 R2 R3 这个电阻 电阻越来越小 这个比它大 这个比它更大 这个比它更大 这样子的话 那么在共振态的时候 共振态就是 它这个电流 会趋近一个极大值 对不对 是这样子 R2的时候呢 它的极大值啊 比这个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 R2 比R1小 分母啊 比较小 所以比较大 那R3呢 更小 所以它更大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 我们看一个 例题 下图 是代表一个 串连电路 这向量图 怎么还没有出来 这个向量图 那么它的R呢 就是这个串连电路啊 电阻是300欧亩 电感 是0.9个Henry 电容是2.0个Microfarad 它的 它的 角平率是1000个Radiance Per Second 现在要求电流跟各元件电压的顺时值 电流 就IT 还有VRT VLT VCT 这都是顺时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先把这些正符啊 求出来 这个是电感器的正符 电感器的这个 Reactors 它是Omega L Omega L 那Omega是这个 L 是这个 对不对 它就是900欧亩 XC呢 是Omega C分之一 那你把Omega跟C带进去 是这么多 然后 它的Reactors Total Reactors呢 是 因为 现在是 XL大于LC XC 对不对 所以 是VL-VC VL-VC 那么就是等于 I 乘上XL-L XC I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嘛 好 这个是它的正符 三个正符 是电感器的正符 电感器电压的正符 这是电容器电压的正符 电阻器的正符 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VL 本来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 换成 IXL VC呢 是这个 可以换成 它等于它 可以写成这个 这个 V是IZ 那么 就等于说 我们另外可以画一个 一个图 只有 只有这个 就是你 你把这个换一换的话 换成这个的话 大家都有I 对不对 我们把I 拿掉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有I 我们就是取它的 I分之一倍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XL 那这个就是XC 这就是V V呢 这个地方就是 Total Impedience 所以我们以后啊 不需要 不一定要画这样的一个 电压正符的像样图 我们可以画它的 画它的 总组抗 或者是 总电抗 电抗的一个像样图 这跟这个一样嘛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嘛 XL VL VC 就画成XL 减XC 等等 然后从这个图啊 我们就可以求什么 求Z出来了 Z就可以求出来 就说 我们呢 知道这些以后啊 你不真的要画这个图 我就画这个图 那我就可以把Z求出来 Z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X 这就是X 这就是X 这是400 X就是 XL 减XC 就是这个 XL XL 减XC 你看 900减 500不是400吗 对不对 加上 300 R是300 R是300 所以 这个总组抗 是500欧姆 500欧姆 然后这个角呢 角就等于 这一边 被这一边除 这个值 这个值 就是它的 Tangent Phi Tangent Phi Phi就等于 Tangent X over R 等于53度 这个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这个问题里面 因为啊 XL 大于XC 所以它这个 Reactance 总电抗 大于0 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是 整体 电路来说 它就属于 电感性 那么 这个 电流I 就是所有的 原件 都是同一个电流 因为它们是串原电路 所以电流 在电感性里面 在纯电感来说呢 经过纯电感的 端电压 是电流落后端电压90度 但是它超前 电容器的端电压VC90度 这个我们要记住 等一等 我们就要用到 现在我们假设 交流电源的电压是这个 V Cosine Omega T 那振幅呢 是50个 伏特 50伏特 那么 我们从 前面导出来的 I 是等于V 被 Impedance来出 Impedance我们已经算出来 是500个欧姆 所以呢 电流的振幅 就是0.1 安培 有了电流的振幅 那我们前面也算出来 这个向脚 是53度 那因此电流呢 电流 它现在 落后这个 总电压 总电压 一个Fight脚 那么因此 它的 它的 IT就是等于 电流的振幅 称Cosine 叫Omega T 减5 减53度 这Angers Trump 那么 VrG呢 它是跟 I T 同向 所以它是 Omega T 它1000T减53度 的Cosine 小度 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就是把 I R 带进去 就好了 I R 带进去 I是 0.1 A R是100 欧姆 VLT呢 它的振幅 是这个 振幅 那么 把电流 乘上 这个 SL 是900 那就变成90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角度啊 它要比电流 它比电流 超前 有没有 I超前V I超 I I落后V 所以V是比 I要超前90度 超前90度的话 我们就是 这个 Face就是用这个 Omega T 减53度 加90度 所以就是这个 然后VCT呢 振幅是这个 但是因为它 比电流 落后 就是电流超前它 那VC就落后 电流90度 那就等于 这个角度 再减90度 就是这个 那么 交流电路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以下呢 我们就来介绍 并连交流电路 并连 好 像这个 我们把电阻器 电感器 电容器 三个 这样并连 跟电压并连 那么并连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的特性就是 每一个元件 两端的电压 两端的电压 是什么呢 相同的 电压相同 那这个时候 电压相同 那经过这个 电流就不同了 这三个电流 加起来应该等于 总电流 好 现在我们假设 V等于这个 还是V有共同值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经过电阻器 经过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的电流 分别是 经过电阻的电流 是IRT 经过电感器的电流 是ILT 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是ICT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别 求出这三个 就这个 我们假设 是这个了 然后这个 我们不是说 这三个 都是等于 正乎 乘上 Cosine Omega T 或者加5 或者是 如果电流 知道的话 现在是知道 电压了 我们还不知道 电流了 电压 电流 这个 经过 他们的电压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 这个电压 跟这个 电流 这是电感器 对不对 电感器的话 那就是 电压 超前电流 这个是 电容器的话 是电流 超前电压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正乎 这个正乎 就是V over R IL就是V over XL 或者V over Omega L 这个我们都 前面都讲过 这些正乎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假设 它的瞬间电流 是这个值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 向量图 画出来 向量图怎么画呢 你看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三个元件的 电压都相同 所以我们先画这个V V先画 然后 我们就说 电流 电流 就是因为 经过电阻器的电流 跟经过电阻器两端的 电阻器两端电压 是同向 所以它的向量 也是朝这一边 也是朝这一边 OK 好 然后 我们现在把IC 就画在这边 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它的正乎 画在这里 电流画在这里 那我们 电感 就画在这里 因为 它现在是 电流要超前电压 因为电感器是这样子 电容器是这样 电感器呢 它是电流 落后电压 那么这两个 谁大谁小 我们 不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个电感器的电感 是多少 电容器的电容 是多少 你才知道 那现在我们就先假设 IC大于IL 于是这个图 就变成这样子 这边要比这边大 这边大 OK 这是我们在 假设成绩之下 画出这个 比这个大 OK 好 那么我刚刚说过 I 跟它同向 就画在这里 对不对 那么 IR 跟VT 是同向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跟电流 是同向 IL呢 电感器是什么呢 电感器是 电压超前电流 90度 或者电流超前电压90度 那就是在这里 OK 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 这是落后在这边 好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几何关系 就总电流 总电流就等于 这三个 ICIL IR 这三个向量的 向量核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相解 因为这方向相反 然后它跟它 做向量核 就得到I 所以I就等于 这个值 你再把 ICIL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好 从这个图 从这个 关系里面 我们就知道 那这个值 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Z分之一 因为 电流是等于 电压 被 总阻抗 来除 所以这个应该是Z分之一 那么这个 这个发义角呢 就等于 ACTENGIN的这一边 除上这一边 就等于 IC-IL 除上这个 就是这个值 也就是这个值 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先画向量图 向量图要根据这个画 然后从向量图上面 求总电流的值 然后求这个 电流跟电压之间的 向角 向差 然后求它的 Total impedance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 假定了 V是等于 VT 顺势值等于 大V 成cos Omega T 那电流呢 超前它一个 Phi角啊 电流超前它 一个Phi角 那就应该等于 I Omega T 加Phi 对不对 然后IR 跟电流同向 所以它就是 IR的 它的 Ampitube 乘上cos Omega T 看看 我们是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进入电阻器的电流 这个是总电流 电阻器的电流 是跟它的电压 两端的电压 同向 是这个 是Omega T 不是这个 是Omega T 然后呢 电感器的 电流 要落后 电压 90度 所以它是等于 IL 先点 ILT 等于IL cos 因为 VT是 cos Omega T 它 落后90度 就是这个值 IL 超前VT90度 所以它就是等于IC 这个地方是Omega T 加90度 OK 这以上的是我们假设IC 大于IL时候的结果 如果IL 大于IC的话呢 这个图要另外化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求这些东西呢 还是同样的 用这个步骤 可以求出来 那么我们算是得 I等于这个 是假设IC 大于IL的时候 是这个时候 如果IL 大于VC IC的时候呢 向量图 是 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电流啊 我们假设这个是V Vcos Omega T 那就要等于Vcos Omega T 减5了 其他的 也是步骤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共振 这个是并联电路里面 电流电压 跟种族抗的关系 他的种族抗就是这个 这我们刚刚讲过 好 当我们驱动他的频率 变成Omega T Omega T 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可以使得这个 扩弧的值等于0 就是XC-XL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 这个关系 那共振频率呢 大小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串联共振频率 大小是 形态是一样的 好 这个时候 并联共振 它的特点就是 因为这个等于0 我先看这个 这个等于0 那 这个根号 这个值就是最小 分母是 这个最小 分母最小 分数就是最大 所以它主抗有最大值 就是R 这个0 这个0 这个就是R 那把这个 带进去 这是R 那VR呢 V V 这个是R V over R 这就是最小值 因为 这个是最大值 分母最大 那么分数就是最小 所以 并联共振的时候 种主抗有最大值 电流呢 有最小值 好 以上我们介绍的 是并联 交流电路 好